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 2021年1月25号文贵乱聊直播 这个还是咱们战友啊 发了太多信息啊 这个信息太多 我真的是没办法一一而回啊 没办法一一而回啊 没办法一一而回啊 这个 咱们战友们昨天很多人发信息还问我 七哥你的麦克风是啥麦克风啊 这是七哥路哥的麦克风 路哥的麦克风 所以这镜头是自动调教啊 我一得瑟一动他 他就乱调啊 声音也行啊 好 兄弟姐妹们 这个 因为很多战友给我发信息啊 都是问各种问题 特别是 东北的 吉林的 我出生的地方呢 这个 那个地方呢 很多咱们战友们现在 非常非常的惨 非常非常的惨 另外一个包括大连的啊 沈阳的啊 战友们非常非常的惨啊 告诉我现在这些情况 兄弟姐妹们 七哥是很难受啊 这个跟你们一样的痛苦啊 和无奈 这是为什么咱们 全中国人民需要爆料革命 需要新中国联邦啊 兄弟姐妹们 全人类上从来没有一个啊 像共产党这个流氓政府 这样对待老百姓的 西方啊 在西方的世界 你就是屠宰场 杀个牛 杀个鸡 还得让他听听音乐 而且得一下让他死 不能虐待他 还得 杀之前还得祈祷祈祷 中国活活的老百姓啊 活活的老百姓就给圈着屋里了 很多这个战友我说啊 有的家里老人像他们姥姥姥爷啊 给他们打电话 人家说话都说不出声了 好在哪里呢 大家在冬天东北 准备了过年的年货 还有过年的年菜 还有点吃的 要不然就死了里面了 但是呢 像这个通话的啊 还有这个吉林的长春的啊 这战友给我发信息说 有些人家里边连水都没有了 打电话门里 如果真找到个政府官员 就威胁你 再胡打电话再胡说 就要你的命 把你列为不安定分子 这流氓共产党你说咋弄吧 现在是爹亲娘亲不入党亲 这党跟谁亲呢现在 那共产党家里边中南坑有空调吧 中南坑有饭吃吧 当地的通话的那个科长家里边都有饭吃 这回咋爹亲娘亲不如党亲那不灵的呢 一切都是党的 一切都听党的 现在中国的老百姓想听党的 弄点吃的 行不行 也不让听了 当你需要的时候 党就不允许你听他的话 党要让你听从死亡 听从灾难 当你需要的时候 你去找党的时候 党就要开始威胁你 让你自我决定 不让你听党的了 咱们通话的一位战友嚎啕大哭 说七哥啊 就在这事之前我必须老实说 我最多八成相信你们说的话和你说的话 我周围的人还好呢 也是一个干部休养所 他说我们这干部休养所人吧 生活不差 打打球 玩日玩经常聚会 组织上还经常给发点免费的东西 虽然有时候是发没过期的 但也是发的免费 他说这些天这个病毒事件让我看清乌党 我百分之百相信爆料革命 他去年听了路德访谈 换了点现金 备了点食品 被大家笑话 你该找路德跟你报消去 啥事没有啊 这几天傻了 这就是兄弟姐妹们 爆料革命新中国的新中国联邦的力量 另外一个 说到这咱说说台湾 很多台湾战友给我发信息 咋办 像昨天开会说我们台湾的战友大牛 问我 七哥咋办 你说我能说咋办 台湾两千多万同胞 你不能都移民呢 那共产党希望你移民呢 他把岛给占了 留岛不留人吗 那你不是投降了吗 那么咱们战友们 我昨天给大牛说了 战友们如果台湾战友来美国 你到澳洲 你到欧洲 你到日本 你到任何新加坡 这些地方 只要有战友的地方 有农产的地方 大家一定尽全力 给大家提供住吃行的方便 但是全台湾同胞 咱可就没办法了 昨天晚上很多这个 台湾的这个朋友 真害怕了 过去三四年没联络到 过去的这个台湾朋友 也发信息 看来是真要打仗 我告诉他可能不会那么快 共产党现在是什么 现在是叫鼻桶 鼻着泥桶 现在表演表演 让美国让欧洲看看 是吧 我要打了 我真打了 安真的来 行动多着来 放心吧 然后就台湾 国民党就出来了 哎呀 投票投票投票啊 为了台湾的统一 为了台湾的未来 使实务者为俊杰 啊 就像那个俄罗斯搞都美尼亚一样 投票啊 一投票 同意回归 或者是千年的核协议 实质的回归 搞个什么一张纸出来 啊 就是共产党这套都学的普京的 啊 学的很low 啊 然后是什么 只要是你一投票 只要内部有人呼应 就是打了你也是合法的 啊 这是中美之间最大的勾兑啊 这是最大的勾兑 啊 狄东生这个王八蛋 没说完的话就这一段 啊 这是有合同有交易 就是把台湾给交易出去 把香港交易出去 然后就真的是港澳台大湾区了 啊 台湾同胞 以为自己在那岛上过得挺好 以为在那岛上共产党不敢来惹我 啊 以为爆料革命你不需要 新中国联邦不需要 蔡英文 啊 蔡英文这个总统啊 小蔡 可能真的最后一个台湾的民选总统啊 真可能就把台湾给葬送了 可能你们没有意识到 小蔡的政治错误和政治的幼稚 和这些政府的偷鸡取巧 也相信啊 以假制台 也相信 所谓利益集团的勾兑 能让自己和台湾安全 你走着看 今年是新丑年啊 战友们查查 历史上新丑年 台湾都发生过什么大事 啊 这真是天时地利人和 都对台湾不利啊 啊 曾庆红同志 已经从啊 北京上海 年转到了福建 江泽民 胡锦涛同志啊 又和很多 军队的老同志 和现在的同志 正在勾兑中 习近平同志要露脸了 到底是真的假的习近平 咱也不知道啊 很多人说这个习近平 这个手术怎么脑子不剃头发 咱有些人吧 如果你没长脑子呢 可以理解 你没长心 也可以理解 如果一个没长脑子 没长心的人 长了个臭嘴啊 这就是个怪物了 共产党的摄像机 共产党的灯光师 共产党的化妆师 中南科那有多少医疗服务 知道不 兄弟姐妹们 军队军医 保健局 全国医生 大概在 全中国人才四百万个医疗 这个专业人士 将近有两万人服务于中南科 这个所谓的定向的 非手术式的 叫什么治疗啊 叫什么什么治疗呢 叫什么什么治疗呢 叫手术啊 叫什么什么创业 什么创什么手术啊 啊 啊你还能看见 把脑袋跟你有病给你打开个瓢 把你脑子放外面来 可能吗 啊 当年连我那哥们高辉先生在过世之前 那手脑子做手术 都两次抓手术啥看不出来 啊 然后还可以选择把头发这块 给你是干嘛 整个把头发给你这块掀开 然后再给你搁回去 啊 共产党玩这东西 那 啊 除了换脑子 都是共产党先干的 全人类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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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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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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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那个台上,我十有八柔我不相信是习本人 十有八柔我不相信 就是他本人,如果让你眼睛在电视平面上 你能看清楚,他手术没手术过,有毛没毛 你也在开玩笑呢吧 这种幼稚的,就像真的是 像一个小孩子,在告诉大人 在手里换东西,在哪呢?左边右边 就这么简单的游戏 所以说,真正的有智慧的战友 啥叫智慧啊?当大家都在事物当中 纠结于事物本身的时候 你却站出了事物的另外一个角度 来看来整个事物的全面 这叫智慧 共产党玩这种事情 他可以一个台上当中一百个习近平都是分分钟的事 太容易了 克隆人 早替身 还有这个所谓的无痕手术 还有摄像机造假 天下第一 那是共产党 不是现在 一直以来 两万五千里长征都能给你编的出来 啥给你编不出来呀 所以台湾的有战友问我 说习到底咋样 习这一辈子 我本人亲自听到不下十次 他就是想把台湾拿回来 然后对新疆西藏非常之狠 而且很到你无法想象的程度 战友们台湾同胞 台湾的战友们 你们会感受到 他认为他是这一代的他就是秦始皇二世 或者秦始皇在世 所以说这几个同志去逼宫的时候 你看我脑袋啥是没有 是不是 百年大夜 百年大变局 天大的机会 搭台湾 搭台湾 就这么简单 会不会打 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认为十有八九 现在是笔筒 打不打先不说 把台湾拿下是肯定的 肯定的 嗯 把台湾 同也好 战也好 反正要拿下台湾 嗯 这是日本的 日本的身 嗯 刚才 刚才这个 喝了一个新的咖啡 这咖啡是什么咖啡呢 就是那咖啡豆啊 是椭圆形的 嗯 鲍鱼 这个鲍鱼你看 这糖心的吗 你看糖心 我喜欢 吃糖心的 这是一个我们基金的经理 说七哥 啥也不行 叫我供你吃鲍鱼 我挨个给你选 结果这小子 每次给我送个二三十个鲍鱼 因为这都是 九头十一头的 哎呀 有点咸